亮哥我跟他還蠻熟的 我跟他就是有出去喝過幾次酒 總是有小姐會去跟他服務什麼的 他就 所以他會讓出這個事情 我三天睡不著覺 我是來了解一下爸爸的工作場 對 來躺班 然後發現他旁邊都是美女 他的工作環境 旁邊都是美女 你是哪隻眼看的 今天沒有 今天沒有 所以 今天沒有 今天比較少 今天比較少 今天 他們兩個一樣好 對 那爸爸有不一樣好嗎 都一指而交嘛 對啊 我新娘會指導他 但是安安去那邊 乃琳就會 你去過他節目嗎 但是你找都沒找過 看到沒有 這就是彼此父親不一樣 看到沒有 是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個 乃哥你就忙著做生意就好了 是 對 對 其實啊 每個人都會面臨一種選擇啊 你如果要到大陸 就是要好好待在大陸 你不可能兩邊飛來飛去 目前為止 我看到沒有這樣成功的藝人啊 你要不在那邊飛一飛 這邊飛一飛 那邊飛一飛 最後都沒消息 你要不然就在那邊藏住 你要不然就在那邊藏呆 你不太可能兩邊都要站著腳 你不太可能兩邊都要站著腳 我以前跟他講很可惜啊 但是問題他的決定他要去 沒有辦法出職 亮哥喔 我跟他還蠻熟的 我跟他 就是有出去喝過幾次酒 但是呢 在我的心目中啊 亮哥是一個很 很 很nice的 包括我們去喝酒的場所 難免不了男男女女 他不管喝再多 他很會喝 都是一個鎮定 而且他是不會 人家想摸一下 拉一下 連跟我講話都畢恭畢敬 更何況跟那些小姐 可是你一定是畢恭畢敬 大家都一樣 因為你這麼尊貴的一個人 沒有啦 總是有小姐會去跟他服務什麼的 他就說不用 但是我自己來 是這樣子 所以他還會鬧出這個事情 我三天睡不著覺 我一直打電話給我們共同朋友說 這怎麼有可能 我一直覺得是不可能 但是每個朋友講他的樣子 就是跟我口中所說的一樣 就是一個很耿直的人 對 那你有大團圈關心嗎 每次喔 不管誰 什麼藝人 出什麼事 我真的很避免去 Line 等事情都試過 今天我們再來關心 因為他現在已經很煩嘛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主要先回答 對 怕會差 又發生劉文正事件 是